這有蠻多種啦 其實另外如果說 另外如果假如我不希望可以AND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寫法 如果你不要AND你可以把edge擺在中間 那edge怎麼擺中間呢 第一個你可以把AND拿掉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把這個edge拿掉 第三個你可以把這個邏輯判斷把它擺在 18 edge 那但是這個方向要轉一下 你可以把大於改成小於 你要不要看就是這個edge有沒有 他大於等於18 小於等於30 這樣寫法也是合法的 OK 可是特別注意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我不太喜歡這種寫法 但是可以這樣寫 OK可以這樣寫沒有問題 所以底下如果像這邊也是一樣 你如果把他改成這種寫法的話你可以這樣 edge拿掉 然後這邊 這個把前面的這個變數不要 就是不用不用兩個啦 你可以把這個搬到前面 然後這個方向轉一下 有沒有 他就是這個edge 是在什麼呢31 到65之前 感覺這樣 比較清潔 對不對 執行起來沒有問題 試試看 把它執行一下 OK 然後這邊輸入35看看 Enter 撞臉沒有問題 不過 坦白講因為每個人習慣的寫法不一樣 我比較習慣前面的寫法 我比較不習慣後面的寫法 這個寫法如果你習慣你是可以寫 不過前提是你要自己習慣喔 你千萬不要說 你兩個方法都會最後兩個都不太習慣 那最後 不能說取其 不能說你就寫其一種 你要正確寫完喔 所以這個方法OK 警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的話呢 我還是習慣用這個方法 雖然說囉嗦了一點 但是就這樣 OK 兩個方法都可以 再來的話呢我們可以怎麼樣 如果是我今天 希望改一下請輸入成績 然後如果他輸入成績是 剛講的80 70 60 不及格ABCD的話 那當然我建議啦 在那個 就是Python Equilibus裡面 如果你要做什麼呢 因為你 假設你希望拿這個 來改就好了 因為有很多東西一樣嘛 你就不用重打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我是建議請你把這一個 假設這個module有沒有 叫ifh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Copy 然後呢 再到原來的位置 把它貼上 把這個地方if 改成也許叫什麼 ifscope好了 也許這部分我們把它改成叫 成績 那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可以把它改成ifscope好了 OK Enter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多一個了 那這個就版本控制 你不要直接就改 改了你原來都不見了 不見的話 下一次你如果要用的話就沒有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打開 這個就ifscope 那你可以請輸入 成績好了 也許這邊的話 我們就 把這邊呢 假設因為大部分都一樣 所以這個邏輯呢 你可以把這個改成 請輸入成績 那他就會輸入一個成績吧 那變數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再改一個scope 或者我剛才改A好了 不用H 如果呢 他這個成績 那一般的判斷就這樣 就先從那個 80分開始判斷 80 如果他怎麼樣 A假設是大於 等於 等於80的話 那就幫我print什麼 print A 這個成績為A 那剩下來的話呢 當然就是 如果這個成績怎麼樣 他這個 假如用這樣方法 如果他是在 大於 等於 等於 應該什麼 70 大於等於70 然後這邊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這邊是80 然後小於80 這邊的話呢 就是 70 OK 就是介於70到79 就應該小於80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怎樣 60 到多少呢 這邊我們就是 把它改一個到70 然後這個等號要拿掉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A 然後這邊的話改成B OK 依此類推 那我們如果說這樣改完之後的話 就可以得到一個判斷成績的 另外一個程式 基本上你會發現那個架構 都一樣 那我們試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輸入 假如我輸入個成績 如果我今天輸入一個 假設我輸入一個95分 Enter 可不可以得到A呢 也沒錯 那反之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 再輸入 65分 c OK 其他應該都差不多了 所以呢請各位也許把剛剛h 再改成scope 另外的話 順便想一下 BMI OK 那BMI相對又複雜一點 那什麼叫BMI啦 其實就計算那個體重標不標準的那個 一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呢其實 你怎麼知道怎麼寫啊 你Google一下 BMI好了 BMI Enter一下 其實第一個就會告訴你 有沒有 BMI計算 我們用這個來參考了 BMI的 值的 計算器 那他裡面會先跟你講說我們計算的公式是 體重 除以 身高的平方 而且是公尺喔 啊我們習慣是公分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當他輸入幾公分之後 再把他除以 100 然後再算他的平方 得到BMI之後判斷說 他到底是 就是BMI 多少 那他標準是怎麼樣呢 如果他小於等於18.5 那就體重過輕 如果我是在這個範圍呢就正常 OK 那如果是異常的話就過胖 然後還有輕 那個 男女先不用管他好了 就是這個這個OK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試一下 而且你會發現他程式已經寫好了 身高175 他一般體重應該是要是 大概是多少 70才算合 開始計算看看 BMI OK 22.8 有沒有合 有在合格範圍之內 OK 那當然呢 這個程式 好像沒有寫完整 為什麼因為他BMI之外 應該要給一個評語啦 他變成評語你要自己看 好像感覺不OK 不過你會發現 今天按右鍵 這邊有個 原始 原始碼 其實他背後 為什麼可以Rum 其實這邊有一個什麼 JavaScript 有沒有看到 OK 這個是用JavaScript寫的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拿JavaScript來改 也可以啦 只是你會發現用JavaScript寫 太複雜了 我們待會用Python來寫寫看 相較起來 就簡單許多 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並且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把 這個 JavaScript版本改一下 比如這樣 我輸入類似的 輸入體重 剛剛是75公斤 那身高的話175 像Enter OK過重 不過前面應該再加一個BMI好了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第一個 這個先成年未成年 再把它改成 這個 這個成績 然後BMI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那這個地方主要就是熟悉 請各位就務必要熟悉那個 IF LIF 然後Ls這種寫法 因為以後 程式裡面會有非常多 這種 邏輯判斷 的架構會出現 而且還沒有那麼單純 以後還外面還包回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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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